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三国两近南北朝只有西近出现过短暂的统一 然而就是在这个战乱纷争的时期 中国各个门类的艺术却开始进入一个蓬勃发展新人辈出的状态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今天我们首先为您展示的国宝是一件 曾被乾隆皇帝称为二十八离珠上上真迹千古妙迹的王羲之的快雪石琴帖 快雪石琴帖是我国晋朝书法家王羲之写的一封书信 篇幅不大 长二十三点六厘米 宽十六点四厘米 全文仅二十八个字 写的是 西之遁守 快雪石琴 家想安善 为果为节 历不赐王羲之遁守 山音张猴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 这位是中国国家博物馆的研究员张老师 您好 这位是文史知识编辑部主任于桃先生 欢迎二位 我这儿呢就想请二位啊跟我们谈一谈 这个王羲之的快雪石琴帖 它的艺术价值 这个快雪石琴帖不长 才有二十几个字 但是呢 它的艺术价值很高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短短的二十几个字当中呢 它有两种字体呈现给大家 一种呢 是行书 一种呢 是楷书 那么可能有人就问了 说一封信为什么还要变换字体呢 那么可能就是当时他很随意的就写了 包括有行书 有楷书的这么一封信 这个快雪石琴呢 实际上就是他在一场学以后呢 他问候他的朋友的这样一封信 很短嘛 但是在这很短的这个字体间呢 我们就看到了中国书法的它一个演变的这么一个过程 在这个时期呢 楷书逐渐形成 而且他的行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 王羿之呢 实际上他行书要比他的楷书还要好 比如他的著名的这个蓝亭序 就是用这个行书写的 非常流畅 如行云流水 我们知道这个王羿之在中国书法史上的这种重要的这种历史地位 那么我们还想知道 王羿之的书法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 王羿之呢 他在书法造语上呢 一般认为呢 它的行书呢 还要更高一些 关于行书这两个字 行怎么解释 那么古人认为呢 这个行书呢 就是介于楷书和介于草书之间 好像人在自由行走一样 所以呢 叫它行书 是这样来的 那么它的行书呢 也就如这个古人说的一样 就是好像在自由行走 就是说它不像楷书那么严谨 但是呢 又不像草书呢 那么草 草的这个笔全都连起来 你根本就看不出来是什么字 比如像到了唐朝的时候那个狂草 你根本就认不出来 但是它的这个行书呢 你还能够认出来 但是呢 它又比那个楷书呢 要写的要流畅 要写的很随意 实际上看起来随意 写起来是不随意的 就是说它有一种 真是像行云流水一样的 那样的笔风 就让人看了以后吧 有一种很舒服 很快意的那样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这就是它 这个书法的一个特点 王羲之生于 1600多年前的东晋时期 山东临遗人 他把一生大部分经历 都用在了书法艺术的探索上 他的行书和楷书成就之大 影响之深 几乎到了让人顶礼膜拜的程度 王羲之在这幅快雪石琴帖中 行书楷书交替书写 行笔自如流畅 神采飞扬 表现出一种平和简进 求力天成的意境 王羲之没有想到 他随手写的这28个字 却让一代一代的后人 为之倾倒 光是乾隆皇帝在上面的提字 提诗就达70多次 王羲之的快雪石琴帖呢 是仅次于天下第一行书 蓝厅序的又一部代表了一作 那么您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 王羲之在这个作品当中 他这个创作的特点 我还是从一个更广阔的一个视野当中 来看一下这个时代的书法 因为王羲之的快雪石琴帖 毕竟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模本 它的真迹早已经散失了 南北对峙这个历史阶段当中的 一个书法特色 这几句话是这么来表述的 叫北碑南铁 北凯南行 北民南市 我们先讲这个北碑南铁 在北朝 尤其在北方 大量出现的书法作品 主要体现在碑课上 最主要的代表是魏碑 端庄雄伟 魏碑的这个真品有许许多多 南铁就比如说快雪石琴帖 被乾隆皇帝奉之为上上品 奉之为珍宝 奉之为国宝 南方的大部分书法是以铁的形式 来展现在后人的面前 北凯南行 那就是说它的书法形式 北方的主要是以凯铁来出现 而南方的主要是以行书来出现 北民南市 人是说在北方的这个书法的创作主体 更多的是老百姓民众 体现在民间 而南方呢 主要体现在知识分子 在世人这个手底下产生的这种艺术真品 一千多年前的纸在没有特殊的保管条件下 是很难完好的保留下来的 幸运的是古人想出了一个好方法把真迹复制了下来 这幅快雪石琴帖就是唐代书法家临摹复制的 由于是直接从王羲之的真迹上临摹复制的 而且年代据王羲之最近又是唯一的一件 所以后人就一直把这幅快雪石琴帖当作真迹看待 成为了解王羲之书法的直接来源 那么它是用什么方法复制的呢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快雪石琴帖是在唐代时期复制的 那么当时这个作品他们是怎么复制的呢 当时有一种复制的方法 叫做双钩填过法 它是用一张比较透明的宣纸 我们知道那个手轩比较透明一些 那么用这个手轩呢 它很薄了 所以它有点透明 就覆盖在这个原作上面 然后呢 用笔呢 勾出一个双线来 然后最后呢 它把这个轮廓里面填上墨 就是用墨笔在填上 那么就比较接近原作了 那比你临摹 比如说我放一张铁 我在这临 那可能出入就要大一些 那么这个呢 它就要比较好的保持这个原作的 那这种风格也好 它的原作的这个笔翼啊等等 都能保存下来 但是它也有不好的地方 比如说它比较死板 比如有飞白 有枯墨 你怎么来表现呢 那就不好表现 那必须使它双钩 勾完以后还要看着原作 那来填墨 就是这样的 用这种方法 总而言之呢 能够比较好的保存一些古代的书法的精品 这就是一种当时的复制的方法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鸭头顽帖 是中国东京书法家王献之的书法佳作 他纵26.1厘米 横26.9厘米 共15个字 分为两行 写于卷本之上 鸭头顽帖 是王献之写给有人的短信 共15个字 在信中 王献之与朋友探讨 中药鸭头顽的要效 认为不佳 所以要相聚时详谈 信是讨论世俗之事 然书法纵横灵动 气韵不凡 刚才片子当中 反映这个鸭头顽帖这个作品 我们被他这个作品当中 这种丰富的神韵 所探服 那么还有一个疑问 就是这个作品 它叫鸭头顽帖 什么是鸭头顽 但是这个鸭头顽 一旦出现这一个顽字 它就具有了一个丰富的时代内涵 和一个时代信息在里边 狼牙王室 不论是王献之还是王熙之 提到了狼牙王室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宗教色彩 这个宗教色彩就是他们是一个道教世家 在狼牙国这一块土地上 是原始道教的一个最初的一个发祥地 但是这个道教呢 在最初萌芽的时候表现出来的道教组织 相对来讲分的是东西两派 东边我们知道是那一场声势浩大的 太平道 就是黄金大旗 它叫太平道 西边是由张鲁在巴蜀地区 尤其在汉中作为它的主要的一个根据地的五斗米道 狼牙王室是一个传统的五斗米道的这么一个释迦 信仰的释迦 而道教呢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表现的两种形式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 两种形式是什么呢 一个是内丹 一个是外丹 什么叫内丹 什么叫外丹 内丹呢 就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土纳 调息土纳 是气功的这么一种形式 外丹呢 主要是要炼制丸药 炼制丸药 这个丫头丸 那么就和这种所谓道教信仰当中的外丹 是密切相关的 通过扶食丸药 要达到一种调养身心 达到长生不老 这么一个目的 而我们前面讲过的像 比如说 玄学家当中 还有精英知识分子当中 有扶散的 五扶散 含石散 这种扶散的行为 也和这种扶丸外丹的形式 也是密切关联 由此可见 道教对于那个时期 尤其是民间 还有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当中 影响还是比较强的 影响比较强的 而这个丫头丸的主要的功效 到目前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药方 主要是用于消炎 驱施 这么一种功效 王贤之的书法风格 开一代先锋 其中有以行草著称 丫头丸帖 是这种书体风格的代表之作 宋代书画家米弗 称王贤之 运笔如火柱画灰 连鼠无端末 所谓一笔书 王贤之的一笔书并非是要通添一笔写完 而是指笔断处 亦不断 如今 王贤之的一墨存世的很少 数量远远没有其负 王贤之那么丰富 这也使得王贤之的墨宝格外珍贵 他的书法用笔开拓跌宕 流美清秀 无一点尘俗之气 最符合魏晋时期 文人士大夫的口味 所以在当时 王贤之的名气 与其父王贤之相比 是不相上下 这幅被誉为是书坛风流的这个佳作 是怎么被上海博物馆收藏的 据说呢 这当中呢 和一位上个世纪 为一位著名的人士 叶公措先生有关 我们知道叶公措 这是近现代的一位大名士 曾经做过民国政府的交通部的部长 做过交通大学的校长 叶公措先生最初 是参与了上海博物馆的筹建 是筹建董事会的董事长 而我们知道徐森玉先生 又是上海博物馆的元老级的人物 那么谢之柳先生就更不用说了 在上海书华街 乃至于中国书华街 那都是赫赫有名气的大家 也就是上海博物馆界 对于这个国之贵宝 对于国宝这种爱护 这种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情怀 是令人赶配 叶公措是民国时期 一位很著名的一位先生了 那么他最后收藏到了丫头顽帖 但是叶公措先生到了解放后一段时间 可能经济上稍微有点拮据 那个时候他还要供他的侄子们读书 可能就有意要出让丫头顽帖 当时上海博物馆已经成立了 上海博物馆就很想把它收到自己的馆藏里面去 所以就和谢之柳先生商量一下 说你能不能 因为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说去探探风 看我们能不能收藏到 那么谢先生去了以后 叶公措先生说 这个很贵的意思就是 说贵也可以 钱不是问题 那您看看这个是怎么才能够出让 后来说这个是一字千金的 说那一字千金就一字千金 那么最后的结果果然是一字千金 就是一个字一千块钱 一共十五个字 上海博物馆就花了一万五千元 收藏到了这幅非常珍贵的丫头顽帖 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珍藏的 众多中国古代书法末宝中 有一件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基书写的贫富帖 它是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中 年代最早的书法真迹 也是除了发掘出土的战国竹检 佛书 和汉代木检以外 我们能看到的中国最早用毛笔写在麻纸上的字帖 流传至今也有1700多年历史 平复帖被收藏界誉为中华第一帖和祖帖 平复帖比中尽书法大家 王羲之的蓝亭序还早至少60年 我们的节目曾介绍过蓝亭序 它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王羲之书写蓝亭序的字体 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 是中国书法发展中的一种新的书写形式和字体 行书 平复帖长23.8厘米 宽20.5厘米 这件首书纸卷写由九行共84字 文字周围留有中国历代藏家的提拔和印记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平复帖 二位对这个平复帖的艺术价值是怎么一个看法 这个平复帖是西晋时期陆基的一幅作品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张草 因为它这里面是用张草书写的 在这儿就讲一下张草 这个张草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草书 这个必须要谈到张草是怎么出现的 在我国汉代的时候 大家知道那个时候是历书为主要的书写的字体 但是历书它是讲究横平竖直 而且有波节 有蚕头燕尾 就是写起来是很麻烦的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不利于一些 比如说军内要有快的奏章要奏上去 比如这个臣子们要急于公事 要书写的话 要用这个历书来写的话 那是很麻烦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出现了一种笔画减省的一些汉字 这种笔画减省的汉字 那么就被称为草书 后来有一个叫史游的人 这个史游的人就 根据这些草书就归纳了一本书 这本书叫极旧章 章法的章 叫极旧章 里面就是把这些减省笔画的 这个历书都归纳出来了 供大家看 供大家学 那么在军旅当中 可能就流传的更广 所以这个章草就是这样形成的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说它不是像后世的草书那样的连笔 它是单个字 但是是减省笔画的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那么陆基的平附贴 就体现了这样的一种书法的一种风格 就是说它都是单个字 它不是连笔不连 但是它每个字都有减省的地方 就是说跟我们现在汉字说 我们写简体字 简笔字 减省了很多笔画 但是它还把它写成一个字 所以这就是章草的一个特点 那么陆基在这个方面 应该说它是章草 这个书法艺术的一个杰作 就是这个平附贴 但是陆基作为中国历史上 一个著名的文学家 他也是一届书生了 那么他怎么会在这个军事文读当中 就是专攻这么一个字体去 具体到陆基这个人 我们不能不说他的这个家族 陆基应该确切地来讲 他是东吴 吴国人 后来西晋统一全国以后 那么其实是以降鲁之身 后来来了洛阳 但是这个陆氏家族在东吴 是赫赫有名的大家族 比如说我们可能大家都知道的 像持壁之战当中 涌现出来的吴军统帅周瑜 接周瑜班的人是鲁肃 接鲁肃班的是吕蒙 接吕蒙班的是陆逊 陆逊就是陆基的祖父 由此可见 陆家在东吴方面 是以军事将领之才进行重点培养的 而刚才主持人对于陆基的定位 是一位大文学家 其实那个时期 很多这种名门望族出身的人物 是上马可以驰骋江场 下马可以铁石作附 是一个能温能武的 应该说是一个全才型的人物 这也是当时培养人才的一个方向和一种定位 所以陆基能够为我们留下这一副贫富帖 为中国书发史 为我们中国书发史 这个平添了一份丰富而又贵丽 而且是一个具有谜团性质的 这么一副苏法作品 我们应该非常认真 而且仔细地来对待它 平福田是中国西晋书法家陆基的首书名记 在首卷大小的码纸上 写有九行八十四个字 却成为一个旷世之谜 中国历代藏家都曾尝试解读平福田 却大都望闻生探 效果甚略 直到明代 平福田被大收藏家张筹拥有 他将平福田悬挂在自己的书斋里 日日端详 天天揣摩 对十四个字进行了示意 后来有日本学者在张筹辨识的基础上又辨识出六个字 至此也只破译了平福田全文的四分之一 清代人顾复在平生壮观中说道 平福田墨色微绿 古艺斑驳 而字其幻不可识 可见平福田在历史上一直没有试文 解读之难 不言而喻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中国著名文物鉴赏家启公先生看到了平福田真迹 引起他的极大兴趣 平福田经过一千七百多年辗转流传 因年代久远 字迹更加斑驳 为鉴定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但启公先生还是最终以自己广博的学识 和深厚的文物鉴定经验 为平福田研究打开了一扇久未开启的大门 平福田当中 这个九行八十四字 它的大部分内容 我们今天还没有破译 个别的字还是读不出来 读不出来 对 个别可能有那么几个字读不出来 但是大致的意思都明白了 这应该归功于启公先生 因为启公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书法家 那么他对书法十分热爱 他看到这个帖以后 当时能够接触到这个帖以后 他就入迷了 他就一直在潜心的研究 最后终于解读出来 这实际上就是他像一个朋友打听另一个人 说那个人已经平复了 身体不好 已经平复了 所以他涉及到了三个人 就是问安的 就是问人家健康情况的 这么一个一封信 一个信渣 他这个难解的地方 到底在什么地方 因为他是减省笔画的字 但是减省笔画的字 比如在急救章里面有 你可以查对着 可是有的字不是写的那么规范 他写起来 比如他写流畅了 写很随意了 你就不好认 就不好认这到底是个什么字 所以说这个字 如果我们破译不了的话 有时候他理解它的内容上 可能都有困难 是 是吧 对 要不长时间人们不知道 这平复帖到底是讲的什么内容 只知道它的在段落里面 有平复两个字看得很清楚 所以人们就叫它平复帖 流传至今的落神复兔 是宋人魔本中的遗卷 现存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幅画的最大特点是讲述了一对人神之间传奇而出满神秘色彩的恋爱故事 这《落神复兔》是怎么画出来的呢 是顾凯之阅读曹之的名片《落神复后》 顾凯之被曹之和真妃赶天地 弃神灵的真情深深的感动了 再也抑制不住澎湃的新潮 决心用自己的画笔展现文学作品中蕴含的真挚情感 遗传后人 画中顾凯之用春蚕吐丝般高谷幽丝的技法 从而使画中人物的神情和衣饰清晰可辨 行神兼备 真是被描绘成手持活尘 衣带飘飘 神态委婉从容的女神 她四来又去默默寒情 表现出一种渴望而不可及的无限惆怅的情景 曹之头戴凉冠 身穿宽衣大袖 在打着滑盖的随从的簇拥下 用贵族诗人般的优雅气质 欣赏着女神的飘逸与风姿 请二位给我们讲解一下 这个洛神复图的他这个艺术价值 洛神复呢 他是顾凯之的 又一幅很著名的作品 他的这个画面呢 就是用我们现在话来说是不讲透视 也不讲比例的 就那个时候绘画的特点 所以他的人物呢 要比那山要高 山呢要显得很矮小 树木也显得很矮小 这个人要高 人要高大 但是尽管这样呢 我们看他的人物的表现呢 非常有魅力 他就是说他把这个人物的那种精神层面的东西 表现得非常充分 比如里面那个洛神 也就是那个真飞了 原形是真飞 洛神他的那种神情 比较忧郁的那个神情 表现得很淋漓尽致 同时呢 他也画了很多的 异想当中的一些东西 比如在那个里面 有一些怪兽 长着蛇不像蛇 龙不像龙 马面 然后身子呢 又不是马 这样的一些动物 他夹在里面 就完全是他想象当中的 一些神话的东西 放在这里面 就使这个画呢 充满一种 让人感觉很神秘的 这样一种境界 同时呢 他的在这个色色上面呢 他的颜色的掌握也很好 那么由于他上了色呢 你就看他的那个 那个人物的线条 比如他最拿手的那个 叫高谷游丝苗 就是白苗的一种 那么你要看他的线条呢 好像就不十分清晰 实际上他的线条 仔细看的话 还是能够感觉出来 而且他的那个线条的描绘呢 非常的细 所以他叫游丝苗呢 就是因为 他那个笔封呢 很尖 就是非常尖的那种 好 做成的这种笔 然后就像春蚕土丝一样 那个细细的丝 把它勾描出来 顾凯知的画 绝就绝在 传神 他善画人物 更精于点精 后人称赞他的画是 意在笔先 画尽意在 他画完落神复途后 对画中的人物端详良久 才落下点精之笔 顾凯知先点的是曹植随从们的眼睛 因为随从们并非主要人物 也就画的比较诚实化 然后顾凯知又点上了相遇时曹植的眼睛 曹植的目光 有的神情是既专注又惊讶 还有的是内心激动 外表矜持 最后顾凯知经过仔细的思考 迅速下笔 点上了真非的眼睛 画中几个真非的目光 都蕴含着不同的情感 有的几思无奈 几思哀怨 有的几分妩媚几分咸哑 有的几许惆怅 几许依恋 有的则眉目寒情 仪态万千 顾凯知自长康 江苏无锡人士 东晋时期杰出的人物画家 生于历代书香观幻人家 从小博览群书 能师善妇 擅长书法 尤其精于绘画 是我国乃至世界第一位流名画史的人 人们称顾凯知有三绝 那么这三绝是哪三绝呢 画绝 财绝 财绝 吃绝 吃就是吃于做画 据说是做画的时候把自己关在楼上 把梯子拿走 有的那个楼吧 它内部不设梯子 在外面搭梯子上去 然后它上去以后呢 它让家人把梯子拿走 它就不下楼 别人也上不去 是吧 它自己在那画画 然后它每日三餐呢 都由它的这个夫人给它把饭送上去 跟着吃完 然后再拿走 它就在那画画 自己创作啊 进入这个家境 那就什么事情都不理了 一心画画 这个称作吃 吃绝 吃绝 那画绝 才绝呢 就是它的画的艺术成就 非常高 才绝呢 就是说它除了在画画以外呢 它还有画论 就是说在 有著作 就是比如画画 有一些 不是说我光画 但是我还能总结出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来 有些画论 就是在才学方面 也是有的 所以呢 被人称为三绝 令人遗憾的是 顾凯之的洛神富途流传至今 真迹早已散失 保存下来的共有四卷宋人模本 均为色色卷本 长约六米 它们分别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 辽宁省博物馆和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洛神富途流传到今天呢 其实我们看到的也不是真迹 它是宋人的模本了 那么就是说这个真迹和这个模本 从它的艺术收藏价值来讲 有什么不同 那么如果从时代上讲呢 那么宋呢 离魏晋南北朝 比我们现在离魏晋南北朝要近得多 对吧 所以宋的时候它的模本呢还是比较可信的 因为那时候可能还能看到洛神富的真迹 那么有人呢就把它临摹下来 古人的临摹呢就不是他了 那真是就照着画临下来 然后也上上颜色 基本上呢 你能说一点差异都没有 那很难说 很难说 但是大致上是可信的 所以现在呢 就是模本那也是很珍贵的文物了 鸳鸯七纸斋藏石是一批木质藏石的总称 共计387石 其中 汉石经及黄肠石六石 晋木石四石 北魏木质136石 东魏七石 北齐木质八石 北周木质五石 隋代木质113石 唐木质三十五石 后梁一石 宋代四石 木质是中国古代碑壳中重要的一项 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提取木质中城市化的异美之词 便是一篇篇木主的个人传记 以及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的记录 鸳鸯七纸斋藏石上 碑林内中堂之前的碑壳会少之又少 这批木质的一大部分属于北魏原室宗室贵族 其史料研究价值更是不言而喻 成为了二十世纪初 西安碑林博物馆在藏石方面的最大收获 刚才我们看到这批木质藏石 为什么要取名叫鸳鸯七纸斋呢 它是七对夫妇的 七对夫妇的木质名 那个质就是木质的意思 然后鸳鸯就是夫妻两个人 有七对鸳鸯 也就是七对夫妇的木质名 所以它起了这个名字 叫鸳鸯七纸斋 那么这个作品它的艺术价值在哪呢 木里面的那个石头上刻的字 但是它也是卫背体 就是属于那个时期 人们所书写的一种字体 然后根据这个字体刻下来的 那么这个卫背呢 它非常的厚重 有一种很凝重 很厚实的那种感觉 那么它呢 和这个汉历呢 还是比较接近的 就是在汉历的基础上 那么它又介于那个楷书之间 形成了这样一种卫背体 那么它的这个字迹呢 非常雄浑 非常的这个有力度 给人一种有力度的这种感觉 里头最主要的就是卫背 其实如果只是从背的形式上来讲 大同小异 因为都是在同一个时代 出现了 而且也都是在一个同一个地区出现了 这个地区呢 是洛阳 我们知道北维小文帝迁都洛阳以后 大批鲜玫瑰族也都是举家 潜移到洛阳城 洛阳成为北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而这一批碑在洛阳的出现 蕴含着大量的丰富的信息 尤其是牧主人 他的身份 他的经历 他的姓氏 他的来源 这都为后世人去了解那个时代 去理解那个时代 去进入到那个历史时空当中 提供了方便 鸳鸯七至摘藏石 多出于河南洛阳 而洛阳正是南北朝时期 中国北方的政治 是秀丽典雅 清媚俊逸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与这批藏石关系密切的人 正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 孙中山先生的追随者 中国国民党元老之一的 于又任先生 因为这批藏石 正是他从上个世纪开始 陆续收集而来的 于又任生于1879年 1964年逝世 明博寻自又任 陕西三原人 1906年 追随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 孙中山先生 加入中国同盟会 两步入狱 1912年后 任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 陕西靖国军司令 1927年起 任国民军联军助陕总司令 陕西省政府主席的 1949年春 支持国共和谈 谋求和平统一 后去台湾 任国民党监察院院长 是中国近代著名的诗人 书法家 于又任自二十世纪初 至抗日战争爆发 历经二十余年 呕心沥血 精心收集了大量南北朝时期的 墓制和碑石 其中以北朝的卫碑为主 兼有隋 唐 宋等名贵石碑 共计三百八十七石 主要部分存于北京 一座旧王府的后院内 其余的存在南京 洛阳两地 于又任先生在收藏 这件作品的时候 最初是在北京 南京和洛阳 那么后来 怎么又到了西安了呢 当时比较紧急的时候 就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际 那么当时他怕这批东西 被日本人弄走 而且日本人已经知道 他有这样的东西 可能也有一种想抢夺的 这种想法了 所以于又任先生 就很想把他运到西安去 于又任先生 他是陕西人 对吧 他是三原的 陕西三原 那个地方 离后方 就是所谓的咱们的 抗战的时候 大后方也还比较近了 所以他就想方设法 最后把这批东西运到西安 当时他还托了杨虎城将军 最后杨虎城将军 就把他的这批东西 和军用募资一起 等于是我可以先放一放 先把你这个东西运到西安去 那么他们一起等于保护了 中国文化的这个瑰宝 使他们能够免遭这个灾害 最后在西安的碑林就落户了 那么现在我们如果看的话 我们在碑林可以看到这些珍贵的文物 在抗日战争这一个时间段当中 有关文物的这种保护 有关就是中国这种国宝级文物的南下 还是它的西进 总有很多很多的 幕后有很多很多的故事 包括故宫伯苑文物的这种南迁 我们会发现 只要这一个国家 有一批人人指使 这个国家是有希望的 从这个鸳鸯旗之斋的这种保护过程来看 我们都会非常感激 非常感谢当时的那一批人人指使 对于中国文化遗产的这一种保护之心 保护之力 而这个鸳鸯旗之斋得以保存 得以保护下来 与余文文先生的大力的这种资助 这种大力的提倡和大力的这种运动 它密切关联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我们来看 战争 对于文物的摧毁 对于一个民族 对于一个国家 文化遗产的这一种巨大的强害 所以我们在这里 还是希望和平永驻 战争永远远离我们 使我们能够有更多的空间时间 能够享受 能够去真正的去领位到 我们这个地大物博的 我们这个国家给我们所提供的这种丰厚的文化 我们这个地大物博的地大物博的地大物博的人 地大物博的地大物博的地大物博 阿弥 和平幺的地大物博的地大物博